大家好 今天主播會客室有我何文杰 洪依敏請假 我們有客席主持施宇欣 Hello Hello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 還有我們的嘉賓 大家剛才已經聽過他的聲音 陳凱欣 你叫你阿欣還是 叫阿欣 因為他送了禮物來 大家上新城廣播的Facebook 看到我們直播的視頻 有個莊健與牛扒獨不侵的陳凱欣口罩 不過你留言是不能送的 只有兩份我和阿欣就分了 如果有人留言是有我可以送的 這麼厲害 大家要上新城廣播的Facebook 快點留言 新城廣播的聽眾有 有這個不侵口罩 很好的 你打開看看 因為現在見面 送什麼禮物最好 或者比問候一聲更好的 口罩 還有獨立包裝粉紅色 沒錯 獨立包裝粉紅色 女士最喜歡的 而且在想像這樣派給你的感覺好像沒那麼好 那是一個美盒 對 當然是設計看 沒有你漂亮的樣子 差一點點 一個名字就可以了 打一半加上他的樣子 但是因為感覺首先 留念 下次我參考你的意見 看看是不是要加上公仔的樣子 沒錯 陳凱欣大家都很熟悉他 我們有同事都聽到 是不是陳凱欣來的 因為我們資訊台台長是程凱欣 是 差一點點 陳凱欣 大家熟悉你 都是由新聞主播開始 做過LOW TV的採訪主任 和無線的新聞主播 新聞的記者 沒有分級數的 有的 離開時是什麼級數的記者 離開時是高級記者 高級記者 後來也跟從了高詠文 推薦你去做了聲智助理 還出來參選 進入了立法會 但現在有什麼最新工作呢 待會再跟我們說 由我們這個主播會 室內訪問主播 你作為主播 一定要問你 為什麼會入了傳媒這個行業呢 我首先多謝洪耳敏和你 因為你們兩位請我來做這個嘉賓 其實都滿足了我以前一個希望 為什麼呢 就是正正和我入行是有關 大家都會想 為什麼我會做新聞記者 主播 做傳媒 其實就是因為我小時候 聽電台大 我經常都在想 有沒有一天我可以做DJ 其實我一直的目標 傳媒就是做電台的 對 以前小時候 你認識的不多 了解的很少 因為小時候 家境比較貧窮 還有就是因為 我爸爸是海縣 我媽媽就一個照顧三個 你知道小時候 一般的家長 就算我現在做家長也是 不是很想小朋友看電視 所以晚上睡覺之前 多數都會開著收音機 我記得我小時候 聽著收音機睡覺 還有因為爸爸做海縣 怎樣令到我爸爸知道三個小朋友的狀況 你知道我太小時候 寫字最多都是畫畫 但你要跟爸爸聊天 我媽媽就想了一個方法 就是錄音 以前錄音沒有那麼方便 以前不是用一部機或一支筆 真的有支咪仔 有支咪仔 踏到Wattman上 按兩個字 就是錄音 他經常拿著咪講話 像小記者一樣 實際上已經有這個經驗 錄音給爸爸 這個行為很浪漫 因為我兩個兒子 有一天兒子不要錄音 他留個兒言給我 我也很開心 你會不會你作為爸爸 聽到小朋友的聲音 你會很開心 而且因為爸爸行選 我記得最長年多都沒有回來香港 現在這個年代 大家打個電話 就長途電話 以前長途電話 在家裡等是很貴的 三分鐘夠了 四分鐘夠了 那你想想 有什麼又便宜 又聽到小朋友的聲音 那就是媽媽 就是我們輪流 劇攝帶 還有A面 B面 沒錯 還要釋帶 詩玉欣不知道是什麼 你有沒有見過 你現在才學到A面 B面 你是90後 是90後 90後 真的很沒見過 我們還不是小的 是大奶 還有以前 那怎樣寄給爸爸 寄給爸爸 因為寄到船公司 會知道他下班在哪裡 很有紀念價值 很浪漫 所以你問我入行 其實就是有這個小時候 童年和爸爸溝通的一個原因 很厲害 原因就是喜歡拿著咪咪說話 也習慣了 你不是對人說話 對機器說話 所以我那時就在想 晚上又聽收音機 我陪著自己成長 還有那時就想 DJ究竟是讀什麼 怎樣才可以做DJ 因為那時很簡單 沒有想很多 覺得自己經常接觸這件事 很有興趣 試一下在空氣中 用聲音和大家接觸 他看 發現以前那些很出名的DJ 都讀傳理系 讀某間大學的傳理系 然後我就會想 什麼叫傳理 因為你就這樣聽 不知道是什麼 其實英文是communication 但中文是傳理系 然後發現是浸會有傳理系 你就是浸會了 我是浸會 我應該到中學的時候 其實我很早已經跟家人說 但紅衣文不是你讀書的時候認識的 是師妹 是師妹 你是師妹 她是你師妹 你覺得呢 她不在這裡 我怕你是師妹 你覺得呢 Kathy 一定是你師妹 她在這裡就會挖著我 我們都要看空氣中的文 Kathy 她是我師妹 她是低了我一屆 低了我一年 但讀書的時候也認識 認識的 讀書在大學已經認識 然後就做實習 那條路徑 沒錯 然後發現 那你是不是先找電台來 最好笑的是 你打開傳理系 沒有一個是讀DJ 對 廣國系 我一看的時候是看什麼呢 新聞系 電影電視學系 還有Digital 即是畫畫幅 那些 那我就在想 電影電視 我不會寫 那一刻 你很自然 原來新聞系 有廣播 廣播新聞 是有廣播讀的 當時就是分中文新聞和英文新聞 紅二問那一年 他們是已經有分廣播新聞 即是專門做廣播新聞 我當年是中文新聞和英文新聞 中文新聞裡面 包含了廣播 正如剛才Rainman所說 入行就是 因為讀新聞系 我們讀三年 學校的要求 就是到第二年 就一定要做實習 做實習才可以合格 那間公司覺得你合格 你才可以畢業 那你就問我 那你一定是選電台 錯了 因為呢 我在1月1的時候 已經是真的很想做DJ 我已經是遞信去考DJ 當年我已經在一間電台上做 做一個學徒 DJ學徒 以前是有電台訓練班 我1月1的時候 膽粗粗已經錄了錄音 即是與大學無關的 就自己膽粗粗去試 因為浸會 我想你之前 主播會學生 你們的節目也有訪問過其他主播 其實浸會有一個地理環境 走上樓梯 走上樓梯 就是吳台山 那時就走上樓梯 去到電台 放下錄音檔 我最重要是截止前那一天 我放下 厲害 而且錄音 以前不是這樣聊天 就是你選一首歌 要踢歌 最後那一秒一說完 你就會聽到一首歌 你就要踢得漂亮 我錄了音 那時我已經在電台訓練班 所以我就想 既然我在電台試 不如有實習 可以選擇電視 可以選擇電台 可以選擇報紙 其實當時 大家都覺得電視台很吸引 我想大家讀書的年代 都想試試 雖然覺得電視台比較難考 很難考 很難考 我寫了第一志願 是無線電視新聞報 第二志願是一個電台 第三志願是一份報紙 最後去了哪裏 去了第一志願 去了無線那裏 那我有沒有問 要面試請你 還是看一幅照片 就要請你 面試請的 面試也很要求 好像剛才那樣 各位聽眾 馬上要給你一個稿 對 剛才也是 我剛才也有點緊張 那就要讀稿 但那些稿比這個更難 就是很多的 外電 嘲口慘手的難音 山字 可能很讀中曾庚康宏 那些 你會給你一份稿 韓國銀行 俄羅斯網球手 那些稿有所謂的難讀音 就看看你 讀音 自我介紹 那些反應 我現在的畫面還記得 當年考進去的時候 很緊張 哪一件事 你能不能說 當年 當年是 一位很先年 當年是新聞部的採訪主 是的 其實 亦都是有 哈哈 我經常聽得多 我聽到主播說得多 有些什麼殺人台 有些 我可以說 我應該知道你們行內 我當年進去實習的時候 的新聞部總監 就是 廣播處處長梁家榮 是啊 我做實習的時候 他是無線新聞的總監 現在退休 你快點找他吃飯 他要求主播的發音是很高的 當年無線新聞是 發音是很要求很高的 待會可以再分享一點 坐上台報新聞之前的練習是怎樣的 大家如果想問陳可欣問題 都是在新晨廣播的Facebook 在like資源留言 我們待會回來會問陳可欣問題 今天有我韓文傑和施宇欣 一起訪問陳可欣的 在新晨廣播的Facebook 我們有劉先生留言 想問你入行的心得 他說他也想入傳媒界 Raymond 是不是 HelloRaymond 你好 其實我剛才也說 其實是因為我剛好讀的專業 學系 他真的剛好有這個學習的機會 其實你想想 作為一個新的學生 或者讀書的學生 甚至乎新畢業 當年我會想你入行的 不知道怎樣入行 大家都會覺得 但正正就是因為傳理系 當年是有這樣的 要在Year 2做實習 當年我們做實習 就是6月1日 我記得 6月做到9月 其實當9月之前 大家就會等公司 會不會請我們做part time 因為都知道是Year 2 因為Year 3還要讀 做part time 因為大家都知道 Year 3不是每天都要上學 大家在砌砌砌砌 砌砌到可以有兩日至三日 加上星期六日 當年就是等到9月的時候 就等公司 就說請不請我做part time 當年很慶幸 又請了我做part time Year 3的時候 就是一半讀書 一半工作 那時候還要一個星期翻三日 到Year 3完 就看你請不請你做full time 即是一個全職記者 當年又 幸好我又被拼任為全職記者 但入行的心得其實就是 我想每個機會做好準備 去應付一個機會 因為其實你真的不知道 是否是你自己 因為當年還有很多同學 還有其他學院的同學 但是有時候機會就是跌下來 譬如突然有個直播 要你去處理 我即時的表現行不行 做一個記者行不行 所以我想我是因為 由小到大 因為剛才也說 我爸爸的原因 他行選 我媽媽就 我想是無心插樓的 一個練習 我從小到大練習 就拿麥克風 從小就拿麥克風 還有一件事 就是練氣 還有報道的東西 記綴一些東西 對 因為你很容易 要跟爸爸在一個 我想我爸爸可能都在看 你說話就會變成 好像會比較豐富 但這個不是故意為了入行 對 因為你是要錄給爸爸聽 沒錯 還有錄和說電話有些不同 沒錯 你會想一下 組織一下 然後又會有些起伏 對於你剛才也說 兒子錄音 是的 Whatsapp錄音 我現在都叫女兒 如果可以就Whatsapp錄音 你發現他們形容的方法 是怎樣的 例如你說 口罩是甚麼顏色 形容多些 大小 其實都對他們的表達能力 是有幫助 還有因為 還有一件事 我自己都不覺得 後期真的會覺得 因為我從出生 到喜歡 我剛才也說過家境 比較平衡 我們當年是住城寨 沒有電梯搭 我每天住12樓 每天都是由12樓 一樓走12樓 你發現原來你不用練氣 但當之後 就是你不覺得 後來為什麼 現在沒有這麼好戲 沒有你這麼好戲 就是因為搭電梯 為什麼呢 就是當年 雖然大家都知道我身高 比較小 但我是小學已經是游泳的泳隊 專門游長途的泳隊 那你就發現 全部都是關於練氣 原來走樓梯對練氣是 小小哥 原來你能捱 那你當劉沙問題 就是要去練氣 就是你用盡力的方法 練好一行 其實是 你的表達能力 你的聲音 冷音 練氣 還有我想其實 有一點點要不怕人 和不怕醜 最終我不是真的做電台 不是這樣對著樓梯 最終我真的要一個傳理 一個communication 很有關的 因為我要做很多專訪 要接觸很多不同的 譬如基層的人士 專訪一些名人又要 因為做新聞 尤其是電視新聞 當年不同的報紙 可能我只是做独發新聞 只是做教育新聞 即是我要比較 全方位 我試過一次 記得是實習的時候 還要不怕血 收招 即是新聞報打來 我們很多時候 大家留意一下 現在在九龍塘火車站 附近都有很多 不同的新聞車 stand by 因為他們有突發 就可以在九龍塘 一出 中間點 入新駕又快 出去 有不同的地區 港島有擺車 我在九龍塘stand by 突然就說 九龍塘附近 我還很記得 那裡是幼稚園放學的門後 就說是私家車 撞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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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到小朋友 怎樣撞到小朋友 還很曲折 就是退後 撞到燈柱 不是路牌 路牌 跌下來 摘到小朋友的頭 要你去到現場 其實現場 有血 還有其他的意外 你又要不怕這些 所以當時 幾樣東西都配合到自己 又肯捱 有時是你穿得漂亮 去做豬房 下午你跑 跑到死 去做特發新聞 穿著高尖鞋 都要跑 你的年代 比較白搭 因為剛才我跟Raven說 記者也是你 其實一入行的時候 其實是 我當年入行 大家自己檢查一下 什麼年代 是做記者 是請你做 沒有一份工作是主播 沒有一份工作叫做anchor anchor就是坐在那裡報新聞 當時是因為 當年的新聞播放時間 就是早上的香港 或者亞視都是早上的 然後就是五間新聞 然後就是晚上新聞 其實中間的記者 他們都做什麼 不是就出來了採訪嗎 你覺得採訪表現得很好 你的樣子都乾淨 出鏡應該都OK 最重要是你的懶音 你做得好採訪 自然有機會是否可以試做主播 我當年就是這樣 所以我又是做記者 又是做主播 稍後回來看看你在戰場上的記憶 聽首歌